黄土高原 西谷村 苹果种植大户王小洪家的苹果 比别人晚了二十多天才开始采摘 前期他们都不接受那个冰包的苹果 这就是一块钱最要 苹果是王小洪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受灾之后 他想办法让苹果卖上好价钱 小国人先学过了吗 看有客厂没有 头脑灵活的王小洪 终于把两万斤苹果卖了四万多元 最起码不从明年给儿子烧水地了 比老母亲开别的钱了 这些情非常高兴 障碍民家田地里还有什么收成 攻坚日记 继续记录 黄土高原 西谷村 玉米 黑豆大都已经收割完毕 村民们趁着冬日的阳光抓紧亮晒 张爱民上午在羊场喂完了羊 趁午休时间赶回家吃午饭 然后去地里收黑豆 咱们到头把饭做好 你不会上个相价 后年都咱们上价 不要价 那你闹什么玩意儿 我可以 老朋友给老鼠老鼠 你也会进来 上去没隔了 张爱民中午只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 立冬节气后 他怕地里上洞 豆子得抓紧时间收 这样防麻烈 时间苦伤 收鱼去呗 要得开车辣 我会辣 开车都是那点的花 我的一个人就不会 黄土高原缺水 西谷村的村民种植的 主要是耐旱的粮食作物 上半年种小麦 下半年种玉米 一年两茶 种二茶作物 有些村民看黑豆市场价高 就拿出几亩来种黑豆 张爱民家共有16亩八分地 四亩种苹果树 2020年遭灾没收成 十二亩地 第一茶种小麦 卖了四千多元钱 第二茶种了两亩半黑豆 也不知能卖多少钱 这肚子后年就下半来的 这今年就没下凉 本来今年总是没苗 这怪力又不行 本来这大肉的嘛 大肉 这草吗 别伤 这草的都是地的臭 我都是这种臭 张爱民对家里的农田 不会花太多心思去管 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洋厂打工 因为收入高 但对从小种地的张爱民来说 不想让地荒着 即便黑豆的产量不高 他也要种 老实在下 你今晚很多人都在洋厂打工 他也要健康 所以他很急 不知能量的 他那里的家里的家里的寨厂 您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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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张爱民因儿子的婚事 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还债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把 更多的时间精力 放到养场去 干得好 一年能有四万元左右的收入 大光能相应的 就给总军能抢去 我给他用 我给他用 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 张爱民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 妻子夏存霖 几年前做过开颅手术 干农活只能打个下手 想这些 这回头盖着一下 来 这凍事我让矿里就冬事了 压力 清 取得 不曉得羊肠 就要拿 风机羊肠 那风机羊肠 豆粒跟豆壳 岁叶混在一起 得通过羊肠分离 但自然风不得力 用风机羊肠得花电钱 张爱民有些心疼 但他等不起 锅造的 咣ream 没有 骨脆的 你看看 不厚啊 我直到骨脆就不厚 放羊点了 不知道 这个跟落的五感行 那个呀 拉 拉 握過 弦 整個癢人也一樣 藏在這裡 要先用紅色執行 我們在這裡 村民席亚蒙 看张爱民两口子在收黑豆 就跟他聊起了黑豆的收购价格 小两口是两口 这个亚黑的两口 这个两口 两口是两口 两口是两口 旁边也有两口 小两口是两口 小两口是两口 黑豆价格走高的消息 让张爱民心里高兴 他庆幸自己家的黑豆收得完 赶上这波涨价 你还想买豆子的 你这豆子想要是乘啥的了 两口是两口三 刚上来的乘两口三毛五了 妈手下了大这个豆子 都不够我拿去 那这你俩要说 这还进来的加给还可以 加后才大这一点的 阿姆多得这些大这一点的气息 下时间一粥子 这一目的就是 年年过来就往这吃饭吧 那这一大杯子 那今天都算一块多钱哟 黑豆一块多钱一斤 今天两块多钱就好可以了 这一斤两块多钱 能不能没办就不用钱 哎呀 你现在就忙活了几钱 就弄个直切活 你把舌子 一会儿下回去 你把舌子拿去 对对对 每年六月 收了小麦种下黑豆 生长四个月 两亩半的产量 估计在四百斤 把豆子运回院里 张爱民就赶回羊场喂羊去了 十天以后 黑豆价格涨到每斤三元 夏村林把四百斤黑豆 卖了一千两百元钱 两口子很开心 扎丘荣家在西谷村是外来户 1992年搬到西谷村 所以他家分道的耕地都在村子边上 比较偏 种玉米的地离家有三公里 这八亩地 两年前种的苹果树 为了增加收入 扎丘荣就套种了玉米 西谷村收玉米 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下旬 此时玉米的水分也干得差不多了 更能卖上架 你看景价这鱼米 看 个大了可以大 景价这鱼米最吸人了 这整个刀长这么大 没有见过景价这这么大的棒棒 景价这鱼水号就是鱼米成了 一个鱼米棒棒 可能就能拖白鸡鱼米 哎呀 热很 因为家间说是 百分之二十的水分是一块零五 至于就是说是 盖玉米零 我现在还不知道撒加 那估计还是一块商店 今天这鱼米加也好 八亩苹果园套中的玉米 收了差不多三亩地的玉米 我家这一亩地 大的最后就是六七百亿玉米 今年玉米上了钱了 一亩地就是一千一百块钱 就是一千一百亿玉米 三亩地就是三千 不到三千六百块钱 扎丘蓉又洗又愁 洗的是玉米丰收了 收购价还比往年高 愁的是地理的活 都她一个女人干 谁都帮不上 扎丘蓉有两个儿子 都外出打工 丈夫年轻时在煤矿上打工 29岁那年因为锦下事故 被大石头砸断了右腿 导致高位截肢 打那以后 这个家就陷入了困境 压得扎丘蓉喘不过来气 丈夫托着残疾的腿 能干点是点 后面九州路有个就是这样敲着的 不是这样平革的 那一弄的菜就马上搞到了 我就在这十行路 就在这玉米行路 这副甲织用了18年 已经变形了 前几天老张被杂草拌住甲织 摔倒在玉米地里 让扎丘蓉很揪心 这几个能挽吗 那也挺不能挽 这几个能挽 哦 这不挺能挽的 这都能挽 哪能挽 那你为啥不得呢 那脚跌了 那脚跌了 那脚跌了不行 那脚跌了一里边脚跌了 那脚跌了 那你脚跌了 那你不会 先一下呢 三月子你 问一下呢 过来残乱的那人脚跌 一说可咋得十多的 那脚跌了 脚跌了一说可咋得十多的 那你脚跌在你身上 这样你不会说话 那脚跌了一说可咋得平 你不要说那脚跌了 你就给你 那脚跌了一里边 待了一个里边 它跌了 它残乱肯定很怪的 它又不是说不怪了 它要怪到明年的村上来 它可以为兄 你还能说让他护我 他说我不能美若良心 这要说话 人家在这儿 就是赶紧我的价子 花一个多块钱 就是说 你的价子质量再不好 人家可能还在几千块钱的价子上 跟谁都没说 我还那天问个人家说 我还不知道 你的道理是咋样情况 2020年3月 当地残联给老张配了新甲枝 但他用了一周 就换回旧甲枝 老张没跟妻子说 扎秋龙也一直没问 有话了 我跟他说个 没有话了 我还不想跟他沟通 你跟他沟通 你说十句话 他跟你说不怕一句话 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 我还不想跟他说话 我跟他还是同学 那在学校也就不跟他说话 扎秋龙和丈夫是初中同学 但他们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是父母给他们订了这门亲事 婚后不久 老张到煤矿打工 刚干了一年就发生事故 造成终身残疾 扎秋龙从29岁开始 一个人支撑这个家 日子过得又苦又憋屈 2019年扎秋龙咬着牙 花了四千多元 买了一辆改装的三轮车 想让丈夫出门方便 还能帮着干些农活 但有时还帮倒忙 让扎秋龙很无奈 一袋子粮食 我拿不多 我就要携别人来跟我爸爸 我这的我妈 一袋子粮食 我拿不起 现在我的空 不知道给谁说 给儿子说吧 害怕儿子写的家娘的 很多人说吧 害怕都人写 honorable 哎哼 还不知道 怎么回到这么多年 神经病 还在家上老大有法回忆里 我都拿着 我就知道 我就不知道 我的天 不知道我咋乱 农活不是一个人干的 尤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扎求荣这么多年 一个人担下来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酸 设置组成员一起出力 把三轮车从玉米地里推了出来 扎求荣知道 丈夫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他很善良 有责任心 年轻的时候在煤矿上打工 一年能给家里赚回九千元钱 当时这是一笔大收入 可惜好景不长 丈夫心疼妻子 知道自己干活慢 有时一大早就到玉米地里干活 分担家里的农活 扎求荣十分惦记地里种的黄芹 一个月前她去看过 那会儿还没出苗 这一天扎求荣就给企业馆 技术的田涛打了电话 想一起去看看黄芹的展示 因为这是今后家里的重要收入 来的时候我说呀 这地都是广白 没有希望了 这地就要反准了 你看这苗都出了 来 来 少し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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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菜 虽然不怕菜 但是尽量不要菜 大家还不菜 学合适 你不要牛 这都是咱黄芹苗 你看这大小不一样 你看这个苗都高 那对 是不是 你看这 这还是地上叭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才多大一点 是不是 哎呀 这一个月不来这地就不一样了 那可能 你看这坨的苗好高的 你看看这现在有几片叶子 现在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嗯 第八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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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八片叶子 现在已经都萌芽了 蒸芹苗 来给你掀一下 看 这儿 嗯 咱地面现在还有一部分字 还没有萌芽了 这是最近七文的关系 但是它现在在土壤里边的 它需要时间 来到明年车上还能继续吃这个吗 明年车上它就是木油 都坏了吧 哎 坏不了 木油萌芽的这个字它就会 咱只要就是前上把这个鱼防控的做好 它明年还会出一步 今天来一开 苗笑得很 还是点点笑的 黄芹苗出的不多 扎秋荣心里不踏实 但它没敢当着田涛的面说 这时扎秋荣所在的村民小组的组长 李玉芹也来看苗 真内涵 他只要胀气了 哎呀 妈你整理 你快快快 你好 你好 好 我得天两道的 这么一个看得要臭死的 扎秋荣所在的村民小组 共有四户村民 跟着企业种黄芹 一共种了12亩 他们算了一笔账 三年后 一亩黄芹能收入八九千元钱 是前期那一季子 把他打叫得中得有点吃是不是 对 专家预测几年后 他这个田区会是极寒子年 他这原本是越懂得我是不 对 但是就是这年就碰上这苗有些笑 把人都死了咱们 然后组长李玉芹替村民们发愁 扎秋荣家缺劳力 当初说种黄芹用工少 还有技术指导 效益也好 所以就很看重 隔一段时间就来看看 看到苗还这么小 再想想冬天的寒冷 扎秋荣很担心 小苗能否活下来 田涛建了一个种黄芹的微信群 这几天在群里 田涛动员大家购买一种营养液 要在降温前给黄芹苗喷一遍 大伙开玩笑地称为防冻液 西谷村冬季最低气温 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 黄芹苗能否安全越冬 张爱民家的田地 春季又该种什么 西谷村的乡村振兴 又有哪些发展规划 宫坚日记继续记录